华林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18日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的议程 那么由市民代表林百瑞以及黄瑞文两位质询 那么并针对市区内的营造观光夜市 以及安心上工等议题提出建言 华林市民代表会18号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议程 由市民代表林百瑞首先进行质询 他特别针对市区内观光议题向市公所提出建言 希望花莲市能够在街道上营造出像是台北临夏夜市 还有罗东观光夜市的旅游新亮点 因为对于一般民众的游客来到了花莲 要去的景点少是又少 能够计划的在民国路的美食街 转换为一个观光夜市 对我们的整个景点的增加 民众的就业机会把青年留在花莲 这是最重要的 把经济留在花莲 如果这样子的形影之下的话 我们能够去参访 去取军 比如说罗东夜市 六合夜市 宁夏夜市 他们已经在整个的一个都市都会区里面 形成很久的一个夜市了 所以他们的经验很多 我们可以去取军 不懂的地方去问他们 让他们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好 顺民代表黄瑞文 则是针对安心上工等议题提出了建言 希望施工所可以增加临时职缺 帮助更多因为疫情而失业的人 来维持基本收入 中央有一个安心就业方案 可是在我们地方是以纾困就业方案为主 因为双北 双北因为是直辖市有一千个职缺 然后目前我了解的是 吉安相工所也有120个职缺 目前花莲市只有20个职缺 所以我希望市长能把这个职缺 加大到300个职缺 好让这因为疫情而受影响的一些民众 能来就业 可是刚才市长在讲的意思是说 每个人工作只有四个小时 一个月只有一万多块 所以要来上班的人并不多 我是希望说市长能多广为宣传 让这些中央的政策 能让花莲市民好好的去享用它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市公所相关科室主管都依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只要是市公所管辖及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借徐立琴花莲市报道 有发挥的示威